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顾足几分钟 无止明示说 谢谢孝敬腾 喂 我看你比较像比利姐吧 今天要做的红烧肉是越南style 食材跟做法都特别简单哦 我们先把肥瘦各半的五花肉洗干净 而且擦干它 然后肉切大块的 大约2到3公分 这样通通卤完了之后才不会说太小 不是卖药的那种哦 接下来辣椒切小段的 记得不要选四根朝天椒 不然会变成四胶朝天哦 无聊 赶快把辣椒跟大蒜放到袋子里 准备打它 如果你有石旧的话 效果会更好哦 我们直接打下去 没错 就是要用这种面对主管 老公或婆婆的态度 给它用力卡下去 喂 你是有多气 然后就是处理让人心动的红葱头 过去让它过去 来不及红葱头喜欢你 喂 不用那么感动吧 接下来就是用我们的不锈钢真空保鲜盒来腌肉 可以缩短腌渍的时间 我们把辣椒蒜放进去之后 来个15ml的鱼露均沾一下 然后就是黑糖 来个一大尺 接下来记得戴上套 因为穿鞋不穿袜 没有臭脚丫 酱汁里有辣 腌肉要用手抓 让我们好好的进行抓腌的动作 我怎么越看这个手套越久的自己 向阿凡达在跟这些肉进行交流呢 好了我们肉腌好了 赶快把阿凡达脱掉 我们回到真实世界之后 就可以把保鲜盒抽个真空 稍微抽个几下 空气就被抽出来了 抽到翻白油了 抽到有点难拉就差不多了 抽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放冰箱 静置个30分 30分钟哈 这种保鲜盒可以缩短腌渍入味的时间 我们的肉已经完全入味 可以准备开始料理了 开火 准备加油 来个一大尺 然后就是不用酱油 帮肉上色的关节 黑糖 没想到吧 我们用小火把黑糖融化 让油跟糖的融合 做出焦糖化的感觉 然后肉就可以下去煎了 记得不用太平凡的翻动它们 不然颜色会不容易上去 就像不要太平凡的变换姿势 喂 肯快煎至焦黄啦 如果你觉得颜色不够 可以一个人喜好再加一点黑糖 香喔 天哪 大天 香 OK 这些肉体被上的差不多了 我是说颜色 接下来就把蛋给丢进去 继续上它们的颜色 觉得上的差不多之后 我们的红葱头喜欢你 就可以进来 然后稍微拌炒一下 把红葱头的味道给炒出来 OK 我已经感觉到红葱头喜欢我了 然后就可以加入另一个秘密武器 100%的椰子水 因为今天用的是日本压力锅 椰子水可以少一点 如果是用一般的锅子 记得水量要卖过食材 我们煮滚后进行调味 俗话说 浴素则不达 鱼露有点阿摩尼亚 可是煮了却又很香 真是个神奇的调味料 我们鱼露慢慢加 因为咸度都靠它 味道调整差不多后 就可以准备关火 上盖 盖子合好后 我们就可以插上红色的泄气法 然后开火 先用中大火煮到那一颗 红色的开始摇晃 然后就可以转小火煮七分钟 同时音乐也自然的出现 那红色的泄气法 写出了油花 写出你对肥肉的害怕 摇摇晃晃 甜甜香香 要到柔软 你的空吧 你的 肉吧 喂 时间到了 赶快关火了啦 然后等到黄色那颗下去了之后 再把红色的那颗泄气法拔起来 就可以开盖 哇 你看这个香气喷得我满脸 哇 这种状态其实就可以吃了 你也可以依照个人喜好 再进行手指 daddy finger daddy finger where are you 喂 这是手指 赶快准备 关火 成盘 哇 哇 哇 你看这卤肉油油亮亮的 加上一点葱花点缀 我们的越南红烧肉就搞定咯 赶快试吃一下 看起来很嫩 看起来很嫩 好好吃 非常嫩 軟嫩 嗯 甜 很甜但是不腻 下酒又下饭 非常好吃 这个跟 台湾的卤肉味道不大一样 可是 也很好吃耶 嗯 那个压力锅 一下子那个肉就 就嫩了 非常厉害 吃一个蛋 吃一个蛋 嗯 哦 这蛋也有入味 嗯 嗯 好好吃喔 天哪 这应该可以配三碗 两三碗饭 再吃一块 嗯 那留一点给他 如果你还想继续看笑鼠做菜 那就一定要 按赞粉丝团抢先看 订队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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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